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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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影片的时候 白咧你是已经听了 我们跟他的歌啦 YES 什么歌 你没有什么 Lose了 你们懂的啦 那个啊 我是心动 就是我们 第一次合作的歌 就是假辣啦 还没有听呢 可以去听一下我们的新歌 听话题是真的是假辣 是是是一定要听 来我们来讲一些故事 怎样认识 女国皇大哥 这人来我这个 你怎样懂他 as this person 那肯定是因为 小时候看那个戏 小时候看什么戏 什么戏啊 很多戏都有咧 我也是 你要讲那个 typical particular 哪一个戏的话我就忘记了 私家老大 哇很多 这个全部够用啊 哇全部够用 Oh my god 接触啊 下到笑 下到笑有人吗 有哦 哈哈哈 等一下 太久了 因为 太久了 那个是梁志强 哈哈哈哈 就是我们90后 或者到00后 都有对他很熟悉啊 这个名字 他以前在演戏的时候 我觉得很好笑啦 然后我再想 他在real life 有没有这样搞笑 但real life 也是这样搞笑 是是是是 这个我也赞同 因为有时候你看电视的演员啊 还是什么艺人都好啊 有看他演戏是这样的 有些真人不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就要很内向啊 这个这个 是真的吗 骂他 好我们现在就来 有请我们的 Dicquan 大哥 好累哦 来来 好累哦 好累啊 对啊 听你们在讲我的故事 我很累 哈哈哈哈 你懂得动营啊 你还听很多次 我是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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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 哈哈哈哈 真的 很多人都跟我讲 他们小时候都看我的 是真的小时候啦 不会啊 会介意吗 不会不会不会 因为你看啦 你们你们 你们几岁开始看我的节目 哇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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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小学 对啊 那时候我已经出道 到现在你们接着看我的节目 看到我长大 看到现在你们几岁现在 二十九 二十九 三十 二十九 对啊 都看了差不多有二十年了 对吧 十年了 有二十年了 就从你们年轻的时候 我已经像你们现在的年龄 已经到现在 我已经五十五岁 几岁开始开始这个industry 我start的时候 哈哈 你是讲start 开始啦 开始 start 不是开始 是是是 因为你讲到好像我塞在那边的 不是start 所以我十九岁开始 哦 十九岁到现在 其实你的整个演艺的 这个生涯是怎样start的呢 我就是参加梁志强的元新年吧 OK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要 在电视台有个节目 OK 要找 Kalefe 跑龙套 他班上所有同学他都问完了 OK 他就没有问我 因为那时候我长得跟你们一样 阿兵啊 喇喇 臭 臭臭 臭臭 染头发 戴耳环啊 是不是 纹身啊 哈哈哈 有 哇 但是你这样的一个人 你跑去演戏哦 对啊 你这样的一个人 对 你这样的一个人 对啊 你们这样的三个人都可以唱歌跳舞 像两个人 帽子 冒相就是这样 他就找不到人 就没办法找我 然后慢慢慢慢 我去了电视台 那些人也不喜欢我 对 因为他们就 哎梁志强 你为什么要找一个 这个李国皇这样的人啊 因为长得跟你们一样 对 所以后来就慢慢慢慢 就发现到 不一样 因为像你们这样 做什么都可以咯 拿衣服也可以 买咖啡也可以 然后 任何时 叫我演什么 讲什么对白 我跟辉哥都可以 所以慢慢慢慢 大家就接受 就很有才华 很厉害啦 包散包嗨 你看 这种就是不会讲话 是不是 要讲啊 很厉害很有才华 对 你以为每个人都可以包吗 有先拿包 都不会拿去哪里啊 等一下 对对对 拿在自己的银子 哈哈哈 你们这个节目是什么 谈话性节目 是是是 算是 之前还要请谁 你认识的应该有谁 陪勇你认识吗 陪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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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资格上 哈哈哈哈 不是 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个节目 应该是 年纪比较有的人 哦 没有没有 其实这个节目咧 就有不同年龄 range 来给不同人生上的advice 是是是 所以我们直接来开始咯 朋友啊 因为嫉妒 选择集体 排测我 啊 因为他的家境 和经济状况 如果你是这样 你会给他什么advice 没有啊 最重要是你快乐嘛 你跟他们在一起也不快乐嘛 我觉得他这样子讲 应该是不快乐啦 对啊 那你干嘛要去跟他们在一起 因为你的人生 不是要去认识这批 没有让你快乐的朋友啊 那如果他觉得 他很喜欢他们呢 但是他们又选择排测他们 那怎么办 那我不相信你找不到你喜欢的朋友 对不对 马来西亚六千 几千个万人 对不对 你不可能就 单单这几个人会让你快乐 对不对 但我问你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东西 有 有 有以前我刚入行的时候 李国皇我要跟他主持节目 他怀疑不好人又这样丑 啊 怀疑不好 对啊 你之前是用什么语言 我去年就是用不好的怀疑 讲这句话的人 他现在已经没有在电视台 但我还在 哦 这是最重要 对不对 没关系的 如果你有你的朋友排挤你的话 没关系 因为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时间 花在更重要的部分 比如说功课啊 家人啊 兴趣啊 对不对 你的兴趣可能像他们这样 唱歌跳舞 你看 对不对 或者是演戏 对 都跳出一个春天脑 不要浪费在那些 不喜欢你的人 排斥你的人的身上 对 不要去听一点假烂 对不对 哈哈哈哈 所以你的假烂 没有我们胃酸倒流假烂 哈哈哈哈 对啊 容易胡思乱想 是 怎么办 嗯 想一些有的没的 每次都是在告诉自己 不要想 但是哦 控制不住 对对对 因为有些人他很喜欢 钻牛角尖 不要说这个朋友 其实这个问题 不只是每个人的问题 是很多人的问题 对 对不对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是 很多时候好的 comment 我们收 不好的 comment 我们不收 我们就觉得说 哇 他对我不好 他骂我 人家在 comment 里面 写你们的 bad comment 他们不是在骂你 他们只是在人身攻击 是是是 他用语言来伤害你 但是我们要证明给他看 我们是刀枪布鲁 那才厉害 刀枪布鲁 这样你算是一个容易乱想的人吧 我不会 你不会 就你一路以来 对这些算言和你都应该是没有拉萨的 就我从陆航开始就在报 报章给人家骂 哦 怀疑不好啦 讲话不得底啦 为什么新闯妹还要他做主持人 看到他就很想把电视机丢到楼下 蛤 所以讲这句话的人到现在 他已经丢了多少电视机 哈哈哈哈 真的 我没逼你了 所以你看到在里面 你是 你是说完全没有感觉 还是你会伤心 可是你有方法去 不要去理他 如果你喜欢胡思乱想 我跟你讲 你其实就是在为自己 找一条人生很短的路 什么事情都有两面 一定有好跟不好 然后看你要往哪里走 你自己选择 这个世界上 没有所谓的人人平等 但是你要站在高处还是站在低处 是你自己的选择 所以不要站牛角尖 我们人是有选择的 我们自己有权利去选择 What is this 站牛角尖 对 站牛角尖 你有吃过Croissant吗 干啥 蛤 No Croissant就是牛角 牛角面包 专牛角尖就是说 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想法 我们要这样 我要往wide 要wide一点去想 对不对 牛角尖不要往narrow 因为narrow只是一条死路 到最后你是打住吗 哇 老呗 因为你的脚是这样 所以你会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往外想 我的朋友 是双性恋 很多人就觉得我朋友不正常 但是我觉得还好 然后我也被 跟他一起被 起视 应该怎样才好 但你应该对这行 这个话题 对这个话题 这个是一个行业 这个是一个行业 其实在娱乐圈 有很多的所谓的 怎么讲 同性 也有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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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啊 很多 哈哈哈 把同性一般上很容易看出来了 是是是 就比较喜欢染头发 像金色的啊 对 对 都很容易看出来 其实这个年代已经不一样了 是的 虽然我们知道说 很多地方都不承认 或者是很多 很多的年长者都 很失望 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 孩子是同性 我本身 你问我 鼓吹吗 我不鼓吹 鼓吹 鼓吹就是鼓吹 我 我怎么可以跟他们做东西 哈哈哈哈 drum blow drum blow 鼓吹啊 鼓吹 我不鼓吹 但是我可以接受 哦 哇你讲你不鼓励这些 可是你拍男鹅王哦 OK 男鹅王他本身那个故事 有钱吗 哦有钱 哈哈哈 That's the point That's the point 哈哈哈 那个我演 当然是会有酬劳嘛 哈哈哈 对咯 哎呀 我们讲回这个 就是说 如果说你是 现在的人 他同性的话 我们不鼓励他 也不要去改变他 嗯 因为你改变他 他会不快的 嗯 所以反而他 可能他的生命会比较坏 他不快的 对对对 会啊 对对对 那如果说你是 你是双性的话 有人觉得说双性不正常 嗯 但是他 真的是不正常 哈哈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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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是不正常的吗 你会把你的生活调子 嗯 生活调子会 会吗 Life Rhythm 嗯 对对 会把他 Osh is unmoly Of course Forever be for boys 哈哈哈 所以 那个生活调子也会弄乱 OK 对不对 你会在你的 你的感情里面 你不知道你喜欢男的 是喜欢女的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你的朋友是双性恋的话 因为我知道这个其实 根本就是很难改变 嗯 你很难跟他讲说 你就选一个你喜欢的 嫁了 或者是 跟他在一起 快乐就好了 到最后我跟你讲 他会选一个他喜欢的异性 你知道什么叫异性吗 Different sex 跟他结婚 但 最后 他会觉得 他会跟同性会比较快 你说 哎呦 我要选 前面又可以 一个 我要选那个 对啊 他不懂要选 插头还是选 后面又可以 前面又可以 哎呀 什么是后面 还可以 哈 I don't know what you say I don't know what you say 所以双性恋的人 我觉得会比较痛苦 但是不容易走出来 想去读音乐学院 很好 可是家里 经济不允许 嗯 可是自己成绩也不好 要出去做工 但是却又不知道 自己想要做什么 OK 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解决 你就拍一个视频 然后你就老实在视频里面讲 嗯 说 OK 因为我的经济不好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你就在 在整个视频里面 可能你唱一首歌 做一首歌 弹一首歌 然后继续唱片公司 或音乐学校 哦 希望他可以录取你 那如果你真的是很 喜欢音乐的话 那我觉得 你把这个影片 继续的那个音乐学校 是肯定看得出 你有才华的 哦 对 所以try from a different way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 很多平台 我们都可以好好去利用它 对不对 现在平台都很发达 对 对 你敲门说我会唱歌 人家怎么会 你就真的是把它录下来 San Video 我们把音乐换成艺术这块 因为你一开始做演戏 其实你家人会支持 对 呃 支持 哇 这样好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不会读书 哈哈哈哈 其实够很香一点 对啊 不模样 懂也是不想读书 就是刚好去玩音乐 对 懂得自己有一技之长的小孩 也坏不到哪里去 嗯 你不可能跟你 跟你妈妈讲说 我不要读书 我要去收保护费 哈哈哈哈 因为我收保护费我很有天分 我一定收得到 当然不能这样 对不对 对 那你一定会说 哦 我要去跳舞 我要去唱歌 嗯 因为这个是怎么讲 没有伤害的 很没有伤害的 很正经的 所以为什么你不让他去try呢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平台 很多的管道 让你去发挥你的一技之长 可是我觉得有可能有些传统的父母 还是觉得 哦 还是要做医生啊 做那些比较律师啊 那些 安护士的工作啊 他们讲的 其实我跟你讲 那种钱很难赚 是 是 我也是在觉得 真的啊 我这行才知道 哈哈哈哈 真的 那种钱很难赚啊 你医生 你要读读读读 读到半死哦 读到半死之后 你还不可以做医生你知道吗 嗯 你还要选择 专科 你才能够所谓的赚大钱 当你有specialist的名字 你才能赚钱 你随便呢 经的假烂 经假烂 经假烂 难得有随便 对对 随便写 就假烂 就随便随便 然后就一首歌你看 随便讲 就赚了马币几百万 喂 没有啊 几百万呗 我讲我 你们没有 哈哈哈哈 裸照 啊 被人拿了 对 以为settle了 可是去年我的生日前几天 那个人又把我的照片全部发给表姐 哇 哇 表姐还讲是为了我好 怎么办 没有没有 你叫微信 没有 哈哈哈哈 很confused 有人拍他的裸照 是是是 哇 其实我不明白 OK 问题是 拿你裸照的这个人 有没有 给你的表姐裸照之后 他有没有删除掉 一张都不拿 哇 这个果然是需要我们帮你settle 很简单的 先把你的裸照寄给我们 其实我跟你讲 其实我们能够很了解你 很了解你的心情 after saying that 叫他寄给你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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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把裸照寄给你的表姐 然后他他说把裸照delete掉全部delete掉 你就去找你的表姐谈 如果你的表姐也把它一起delete掉那才叫做正正的settle 但是各位 但是各位我相信在看这个video不只是问这个问题的人所有人当你有一天让你的心爱的人你相信的人拍某照 你就是犯下了天大的一个错误 比如说我要脱光 我老婆拍我也会把我老婆打死 哈哈哈哈哈哈 那如果我老婆叫我跟他拍我打死我自己也不会跟他拍 因为这个东西是你的私人财产 真的 为什么你要把你自己的身体不穿衣服拍给人家看呢 他只要一放上网 你把这个裸照delete掉 可是我跟你讲其他人还是有一个裸照 是是是是 你一旦被拍你就完了 被他拍的那一天你就知道这个后果一定会出现 那问题是哦 怎么才要发给他的表姐 有人跟他很 close 他讲说是为了他好 有可能他是很年轻 所以他发给他表姐 所以他要给他表姐知道你的表妹在做这些东西 所以真的你要找你的表姐谈 yeah 现在在台湾读了半年 ok 到六月就要毕业了 是 很想回马来西亚去读大学 但是又怕被父母骂浪费钱 你就跟你爸妈讲说 你想家 嘿嘿就过了 等下他妈妈讲 你给我读完书再回来 那你就跟他讲说 我想家 我没有办法集中读 我要回来这里读 如果他在台湾六个月 他真的读不下去的话 也没有意思 你读也不能的啦 你不知道你在台湾他会做什么的 啊 因为他可能讲跟父母讲说 我去读 读 可能他去做其他东西 yeah which is 可能是 ok 不一定是坏的 嗯 也可能是好 可是 你就是在骗你妈妈 你不想读你老实讲 老实跟爸爸妈妈讲 你给他骂一顿 好过你骗他几年 嗯 真的 这个 I agree 这个我有相同的经验 哎 什么 但是我不是读大学 但是我是学钢琴 哦 卑鄙学下去是吗 我不是卑鄙学 我自己要学的嘛 你自己要学 我自己要学 然后学到之后Grade 5 然后我就很明显 对钢琴不再有兴趣了 可是你不敢讲 不敢 那你敢 对啦 问题就是不敢啦 重点只是在过后我又讲说 我要继续学 因为我觉得在买 钢琴又好像 又好像ok这样 我就开始回咯 然后你怎样开始回来的时候 果然 我还是不喜欢 哈哈哈 所以你看 所以不喜欢你老实跟你爸爸妈妈讲 真的不要逼自己继续读 对对对 要不然有一天你逃避啊 我跟你讲那个事情可能就没有你想象中怎么 怎么剪达 对对对对对 所以 in the end 我就是有一次就是我真的是不能挺好这个猫 骂我真的是不要我真的很辛苦 那有被骂吗 一定有 而且还我自己也哭到不像样啊 对啊 那一开始就是你的错 因为谈甘情是要内涵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谈恋爱真的很需要看家庭背景嘛 因为我喜欢的人很有钱 哪有钱啊 可是我只是一个小康之家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压力 哇 问题是那个男人喜欢他吗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哦 对哦 如果你喜欢那个人他是有钱的 这个男人也喜欢你的话 我们不一定要 现在还有什么流行什么 木门对木门 竹门对竹门 钢门对钢门 喂 没有我是说用钢鞋做的门 如果两个人真的是相爱的话 除了金钱之外 你可以用其他的 举动行为 诚意去打动他的家 没有有可能 啊是家人 我觉得每次麻烦都是可能父母啊 对 你 你爱他 你要让他知道说 你的儿子也好 你的女儿也好 我是有办法照顾他 如果这一点你能够打动的话 就算他找到一个有钱的 都喜欢吃喝玩乐 爱你家的跑车 那有什么用 如果这个男人不喜欢你的话 真的不要浪费时间 对对对 对啊 那你生活上有没有遇过什么 这种金钱的 太多有钱人喜欢我了 真的太多了 我太太也是有钱人的 对 就是骑着一遍 是one up 对 我当面追他也是 因为看他家里有钱 哦 最后是他喜欢你 说OK 然后追到一半来知道 哦原来我还真的喜欢他 哦 对 是这样的 没有啦 我跟我太太也是 因为怎么讲 就是大家都在一个很暗的地方见面 什么叫做很暗的地方见面 我们都是去喝酒认识 哦 所以大家都没看清楚 哈哈哈哈 然后后来每次 哦我先走我先走 那有一天 诶 那开灯才知道 哦原来对方是长这样的 谢谢 还不错啦 就太一山了 在一起啦 哦 如果他家嫌你 因为是小康之家 而反对你们在一起的话 那就要看你的男朋友 那如果你男朋友 也是这种心态的话 那算了 对 马上算了 对啊 你就找一个小康之家 哈哈哈哈 对不对 每个人到不同的年龄 对自己的对象的要求也不一样 是啊 对啊 小时候我们都喜欢那些明星漂亮 嗯 对不对 是 可是长大你就面对现实 你就喜欢你自己喜欢的 或者是心好就可以了 对 要求不是第一 心好这些都是骗人的 哈哈哈哈哈哈 心好就好 你看你孩子第一眼你看得到他的心咩 哈哈哈哈 看到他外面那个心先 哈哈哈哈 外表老师讲漂不漂亮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看 合不合你的这个口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吗 flavor啊 掉花肠咩 口味 哈哈哈哈 合不合你的演员 哦演员 对 还口味 口味 excuse me 哈哈哈哈 哇这个口味 酸啊这个 不要不要不要 哇这个外口味 OK啊 我喜欢 而且他讲他的压力哦 是他自己压力而已啊 对啊 不要给自己压力啊 说不定双方的父母都是很OK的 就只有 就只有你这想太多了 哦 没有了 拍摄 好 所以 我跟你讲 这个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只有 放不下自己的问题 你自己放得下的话 我跟你讲 所有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还有所有的问题 你不要去逃避 因为你每逃避 每一分钟 那一分钟就是你最难过的时候 嗯 问题一来 赶快解决 你只要听我们的话 你几败就不会假辣 YES 啊 听我们然后大哥的话 短一点就不会假辣了 对 如果还假辣的话 就听我们的假辣 OK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订阅 然后分享出去 拜拜 拜拜 谁叫啊 哇 你可以分三集 你们一起几分啊 二十分钟 这个算很短了 是不是这算很短了呢 好 我们平时拍两个小时左右 哦 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聊天 没有啊 就聊天 然后我们都没有 你讲很快哦 平时那些嘉宾更啰嗦 是 哦 真的哦 真的 哇 所以你看 哪里要拿得了 哈哈哈